今天东阳终于露脸该到哪儿去走走好呢 前两天因为天气很冷 阳明山上的清风现在都已经开始转红 在东阳下赏风真的非常的舒服 现在刚好就是最美丽的时刻 清风的美还可以一直持续到一月份左右 像是被人发现了秘密一样 枫叶脸红了 东阳洒落温暖的山头 也让枫叶成为山年最耀眼的一群 趁着好不容易的好天气 这样的美景怎能错过 昨天小忙已渐渐进入尾声 而经过寒流的洗礼 阳明山的追风潮才正要展开 而12月中是阳明山枫叶最美的时候了 现在甚至再过一阵子 大概到月底或下个月初 我想大部分的都会变火 你有仔细看过枫叶的果实吗 我们现在手里拿的是这个清风的果实 那清风的果实呢 它是属于畜树科的 果实长了翅膀 能随风飞得更远 不过想看大屯山风红 也得把握机会了 阳明山上的风已将风红吹落满地 而脸红的不只有枫叶 信仰落入地平线之前 也脸红通通的向大家先道声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